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697集 哎呀 也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烈化成功啊 剑祖面露担忧 这骨鱼塔自从来到这片宇宙 便从未被人烈化成功过 这股痛苦和力量镇压 便是半步超脱强者都无法承受 秦晨他虽然实力不凡 可毕竟还年轻啊 怕是剑祖忧心忡忡 放心好了 这片宇宙他怕是唯一能烈化之人了 若他都不能烈化 那此物真就只能永远白在这了 逍遥至尊笑着摇头 剑祖疑惑地看向逍遥至尊 为何你总对这小子充满信心呢 此此虽然强大 但目前毕竟还没有彻底成长起来啊 以他现在的修为 想要烈化这么一件超脱至宝 还是极其未知的呀 逍遥至尊转头看向了剑祖 就这么不动 剑祖一正 你看我做什么 逍遥至尊笑的 你有看到我身后有什么东西吗 你身后 剑祖抬头看过去 逍遥至尊身后空空如也 不由得摇头 没有 那你身后呢 逍遥至尊又问 剑祖转身看了看自己的身后 再次摇头 也没有 剑祖想了想到 你想表达什么 一袍洪荒祖龙他们 也都疑惑地看着逍遥至尊 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逍遥至尊叹了高兴 唉 我想表达的是 这就是我相信这小子 有机会烈化鼓于他 而我们烈化不了的原因 因为这小子身后有人 我们没有 众人无语 逍遥至尊一脸羡慕得到 他娘呢 老子要是背后有人 用得着耗费这么多年 才达到半步超脱巅峰啊 连超脱境界都没突破 早就分分钟干死冤魔老祖了 哎呀 还是这小子命好哦 众人再次无语 此刻 骨鱼塔之中 一阵阵撕裂灵魂的痛苦 不断地涌入 秦晨的灵魂海 秦晨一路崛起 从天舞大陆到天界 吃的苦头也不少 从来没有体会过 如此可怕的痛苦 这种痛苦 简直是将你的灵魂 从身体里抽离出来 然后放到油锅之中 不断烹炸一半 正常人 遇到这样的痛苦 肉身早就已经溃烂 当场混死过去了 但是灵魂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 反而会无比的清醒 只能死死地忍受这种痛苦 只有忍受过去 才算成功 轰的一声 顷刻间 可怕的痛苦 不断地侵蚀 秦晨的全身 这点痛苦算什么 秦晨心中 意志如铁 从天舞大陆到天界 他经历了那么多 这点痛苦 又岂能击退了他 但是 如今的秦晨 仅仅是忍受痛苦还不行 还要在痛苦之中 将这蛊于他的金珠 给炼化掉 轰轰轰的 秦晨的灵魂之力 不断地缠绕向那金珠 一丝丝的灵魂之力 和那金珠融合 不断地渗透到其中 而随着秦晨 不断地融合金珠 这疼痛程度 自然是不断飙升的 但是秦晨却是死死地忍住 还要在痛苦之中 勾合着金珠中的力量 令得其融合进入自身 秦晨可怕的肉身 竟然是开始出现了 一道道的裂纹 这是真正的肉身 都开始破碎了 并且 秦晨的灵魂海 也是渐渐地 开始出现了裂纹 这金珠和灵魂融合 是没有半点接近可走的 什么包容 什么无事 都没用 秦晨所能做的 就是忍受痛苦 并且在痛苦到 自己陨落之前 将这金珠裂化 否则一旦他没有 及时做到 那他的灵魂将 彻底崩灭 化为积分 此时那金珠 在秦晨的裂化之下 缓缓地和秦晨的 灵魂融合 融合得极为缓慢 可随着融合程度的缓缓提升 疼痛程度也在飙升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一天 两天 三天 转眼时间三天过去 而秦晨的灵魂 已经渐渐地 进入到了崩溃的边缓 古鱼塔外 洪荒祖龙等人 忧心忡忡 已经过去三天了 秦晨小子的 众人都有些忐忑 因为这段时间呢 秦晨所在的古鱼塔 不断地震动 而且动静是越来越大 放心 肯定没问题的 逍遥至尊 神色依旧平静 嘴角含笑 砰的一声 突然间 一股恐怖的震动 传了出来 整个古鱼塔 爆发出来的气息 竟然是 令得众人纷纷倒退 强如 洪荒祖龙这一等 混沌至尊 竟然也是无法靠近 好可怕的气息 众人纷纷变色 难怪死亡 亿万年来都无法练花 光是这股气息 就令得他们这些 巅峰至尊 都为之变色 甚至连逍遥至尊 这等半步超脱级枪者 也是感受到了气息一致 这个通天起火柱 所在剧烈震动 退后 都退后 小心被波及到 逍遥至尊 眼前一亮 连忙带着众人退后 而后 逍遥至尊 手中瞬间出现荒天塔 轰点声 荒天塔悬浮天际 镇压住了这帮天地 阻止谷鱼塔的气息泄露 若是不这么做 光是谷鱼塔 自然散发出来的气息 都极有可能毁灭 整个天空族 秦辰应该是炼化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大家耐心等着便是 逍遥至尊 宁神看向了骨鱼塔 小子 我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他心中默默地 骨鱼塔中 此刻秦辰已经是炼化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他的肉身进阶破裂 而他的灵魂海之中 那荆珠更是爆发出了可怕的威力 要将他的灵魂和肉身都给震裂开来 不愿臣服吗 到了这等时刻了 这荆珠居然还是不愿臣服 轰的一声 恐怖的荆珠如同是汪洋一般 要将秦辰的肉身直接粉碎 眼看秦辰灵魂颤诚巍巍就要绷灭 该死 本少就不信了 秦辰怒吓了一声 体内的雷霆血脉一瞬间爆发 轻刻之间 秦辰的灵魂海中那恐怖的雷霆轻刻之间 如同汪洋一般瞬间爆发开来 席卷了出去 轰隆一声 无尽的雷光一瞬间冲斥整个骨鱼塔的第九层空间 弥漫上每一颗星辰 本来这些星辰和头顶上的阵图正在剧烈的颤动 反抗秦辰 可当这雷光笼罩住了这些星辰的时候 这些星辰像是感应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般 竟然是一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而秦辰灵魂海中剧烈反抗的荆珠 也是瞬间呆滞住 轰的一声 下一刻 秦辰的灵魂之力瞬间渗入到了荆珠之中 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烙印